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关系相处起来很累 大多是因为被刻意冠上了许多规则 你如果在意我就会描绘我的信息 你如果在意我 你手机就不会关机 这些边缘性的准则会让你在一段关系里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随着年纪经历的增长 越来越觉得 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不是压迫 捆绑 意味地付出 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 而是共性和吸引 我看到了有趣的东西就一股脑地发给你 不用组织好精简的语言 啰里啰嗦 也不怕有哪句话说错 我不会因为你没有回复而胡乱猜忌 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及时回复而感到抱歉 彼此信任 彼此仙挂也就够了 我很忙 有多忙呢 忙到有时候黑白是颠倒的 忙到连吃饭都会忘记 我有许多朋友 更有许多是很久没有联系过的 前些年我出差去外国时 赶上那个国家的狂欢节 整个街道全是喝得醉醺醺的人 地铁口人也特别多 在当上地铁的时候 我的手包被人偷走了 要恰逢 我订的酒店非常严谨 必须出示护照才可以入住 没办法 我给在那的一个老朋友发了条信息 随行的助理问我 你们多久没联系了 他会帮你吗 我笑笑说 你等着吧 没多久他就回信了 让我在那等着 他来接我 还嚷嚷着 你来怎么不跟我说呀 在他的帮助下 我住在了他家里 并且很快拿到了补办的临时护照 最好的关系 是我们不用每天刻意地 保持联系来维护感情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一直都在 当你遇到麻烦 打个电话 他一定会来 最好的关系是多年没有见面 没有一天我来见你 你对我特别特别好 依旧 还是我旧时的好友 我们一直没有见面 却像一直都在身边一样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问了我助理 我说你有没有一个身在远方 却令你牵挂至极的朋友 他说有啊 他在阿根廷 从小和我一起长大 我说那么远啊 那你们一定有时差 他说 十一个小时 只有偶尔能碰上 平时啊 没有时间视频 但是只要一视频啊 就好几个小时 我基本上 每隔半年 就会问他一句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你了 他的回答总是磨能两可的 我说没关系 如果你回不来 我就去阿根廷 找你玩 认真的讲 他很幼稚 还会特意截图到朋友圈 秀一下我们之间的恩爱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关系和距离远近 联系频率是无关的 有些人即使天天在你身边 却像隔着太平洋 而有些人 虽然隔着太平洋 却像时时刻刻在你身边 你们的人生 不会因为距离 而没有交集 年纪越大 对交友 洁疲越严重 曾经什么样的人 都来者不拒 在一起无非是吃吃喝喝 一起吹牛 等往后才发现 真正能称得上朋友的人 其实并不多 你们可以分享 自己的真实状况 你落寞 他不嫌弃 你成功 他不嫉妒 人生三五知己 足矣 我们看到过很多文章 说对待最爱的人 我们都是彼此最特殊的 手机通讯录里的备注 是特殊的 微信聊天 是置顶的 他们规定着 不管再忙 也要互相说早安 晚安 于是有一天 女生因为公司聚餐 很晚都没有回复男生的晚安 男生因为担心 不停地打电话 催他回家 一次两次 三次 你们没有因为互道晚安 而更加亲密 反而 因为这句话 而有所树立 特意的 不一定是最好的 最自然的关系 或许是 我想你了 跟你说早安 晚上洗漱过后 躺在床上 想起了你 给你 道一声晚安 我爱你 但会让你做自己 这大概 才是成年人 恋爱保持长久 新鲜感的 最重要的一点吧 前些天 一个朋友跟我说了 他要结婚的消息 问我要不要来 我刚要回复 恰巧被一个电话打断了 再加上 事情很多 转头 就忘了这回事 等我再想起这回事 已经是第二天的晚上 正准备回复 却看到对方 已经回了我说 他说 不想来 也没关系 那一刻 我有不少无力感 其实 我本想回的是 你的婚礼 必须来啊 说实话 成年人的生活 没有谁是最容易的 每个人都很忙 每个人都有许多 没接的电话 没见的面 没有来得及回复的消息 希望我们能够理解 没有及时回复 不是因为感情不在了 而是真的有特殊情况 再见面 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 我觉得在每一段关系中 只要找到了 令彼此舒适的姿势 那样就是最好的 和有共同目标的朋友 我们可能一天 有说不完的话 和一起长大的发小 我们可能躺在沙发上 各自玩手机 不说话 也不尴尬 和无话不谈的闺蜜 我们可能乐于分享 最私密的故事与八卦 爱情的话 你可能是某个人 做过的一场梦 可能是另一个人 下半生掌心的余温 可能是谁不远不见的陌生人 是谁心头永远的词 也可能是你在看韩剧 我在看手机 但我们靠在一起 每一种都是最好的关系状态 对对方来说 你们亲自决定的结局 就是最适合你们的关系 原来最好的关系 并不是随交随到 也不是天天溺在一起 而是我想你了 跟你讲 你也说你想我了 好了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想听到 更多善逆电台的 温暖电台节目 搜索 和善逆 善良的善 尼姑的尼 善良的尼姑 就是我了 你记住我了吗 也就是搜索我的名字 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了各位小耳朵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晚安 想梦见你 如果说 你是海上的烟火 我是浪花的泡沫 某一刻 你的光照亮了我 如果说 你是遥远的星河 耀眼的让人想哭 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目 从最孤单时候 眺望夜空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着狂猛游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连眼泪都觉得自由 有的爱像阳光轻落 别拥有 别失去着 如果说 你是夏夜的萤火 孩子们为你唱歌 那么我 只想要画你的手 你看我 多么渺小一个我 因为你有梦可做 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 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着光梦游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连眼泪都觉得自由 有的爱像大雨滂沱 却依然相信彩虹 他伴着黎明等待 他伴着夕阳灌溉 他刺脚追逐天类 他摇曳 惊讶姿态 他们想承着你光泽孩子 勇敢去期待 让质疑暴晒 证明那就是爱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像影子追着光梦游 我可以等在这路口 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每当我为你抬起头 连眼泪都觉得自由 有的爱像大雨滂沱 却依然相信彩虹 他伴着黎明等待 他伴着夕阳灌溉 他刺脚追逐天类 他要夜清雅姿态 他们像沉着灵魂的孩子 勇敢去期待 让质疑暴晒 证明那就是爱